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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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來講我覺得沒有fair的小孩 只有fair的教育 我覺得我們要談的是21世紀的教育 是怎麼樣的教育 而不是談國際學校應該是做什麼樣的教育 因為21世紀的教育也可以做到台灣的學校 位於新竹占地三公頃的國際學校 採用綠建築設計和科技導入教學與行政 加上硬體設施的Smart設計 是通過美國幼稚園到12年級WASC認證的學校 配合AI時代的來臨 以跨學科領域的教學為主導 加上實務操作 著重於開發孩子的潛能與多元發展 提倡的一個觀念就是教育不是教孩子內容 教育是在培養孩子各種不同的能力 這種能力包括你辨思的能力 然後解決問題的能力 還有就是創新的能力 所以基本上我們學校是一個 以培養孩子21世紀所需要 職場或大學所需要的能力 為主軸的一個上課方式 Canton obvious 但是一個非常適視的部分 它能解決問題 problems can be solved a certain way for example we don't have a wide variety of classes that do things like vocational things like work things we have a lot of classes that are focused on thinking on how to use the brain on how to problem-solve on how to design new solutions for difficult challenges we focus on things like how to take those solutions present them speak 讨论问题,讨论问题,讨论问题, 发展解决定的问题, 让我们的学生成很多不同的方式成功。 好好的做创新,还可以把它的创业执行出来。 我认为北美国学校是一个安全的地图, 让学生去探索自己的关系。 我说安全,因为学生会让学生去探索自己的关系。 在探索自己的关系, 他们可以找到谁, 在年轻的关系。 多元的课程选择, 让孩子能在兴趣上精益成精, 发挥所学, 在学习和创造中找到成就。 我真的很希望台湾的孩子有机会, 也可以享受到我们学校这种教育的方式。 让我们台湾的孩子有机会做选择。 而另一项模拟联合国的学术活动, 则是聚集各地学生共同讨论世界问题。 不仅增强国际观, 也从而培育学生领导力和组织力。 它会提供科学生的理想技能, 在探索自己的学生中的学生, 也在探索自己的学生中。 所以,在探索自己的探索学生中, 我能够探索自己的技能技能。 我从而培育学生中, 我从而培育学生中, 我超过了学生的学生, 我们11年来看到太多 在台湾所谓失败的孩子 都成功地从我们这里走出去 然后走到了美国很好的学校 这件事让我觉得是 在教育上我最大的回馈 而是这个回馈不断地让我决定 要继续地一直走下去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孩子 应该有一个机会 可以走出他的光芒 走出他的未来